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布三種募款管道 谢谢 听到政治现金专户 何时启动募款 韩国瑜再次没回应 竞选办公室发出声明 不过没提供掌握的 疑似诈骗募款假账号 反倒是韩国瑜支持者 讨论起为什么有两个不同账号 还有韩粉售出跨航转账证明 却被纠正 这是选市长时的贴文 没有看过一个候选人 是用选举发这么多钱 发大财 所以我认为韩国瑜市长 现在用小儿募款 真的是劳很大 绿营议员狂摔韩国瑜 靠着选战发大财 因为韩国瑜打高雄市长 选战政治现金收支戏目 今年八月才由监察院 公开在网路工人查阅 用现金搬走的这个钱 他们的到底怎么用 用了多少 怎么流向 因为监察院公布真实现金 是看不到的 资深媒体人连番提出质疑 韩伴提告交由司法公断 选票的补助 我都会一直不停地做 该做的 而无党籍议员质询 要不要捐选举补助款 韩国瑜的回答也有些模糊 选战一场接着一场打 不止发出穿云剑 拼2020还是要靠大众捐款给资源 三天新闻车上 王欧玉湾 高速马达